前帥君 一翼 一個小時又十分鐘 啪嗒就推來了 對 對不對 今天前帥君今天出來這個樣子 所有人都驚呆了 前帥君今天來穿一個 非常好看的名牌的 你可以說風衣 你也可以說雨衣 它是Dial的耶 Dial的雨衣 就是這個你看 對 14萬 穿在它身上 這個14萬 穿在前帥君的身上 名模撐得起來 非常低調 對 你想想看 很低調 非常低調 人家是伊林公司的名模 不過這個在范老師身上就浪費了 穿在身上價值少了一半 是 這1億元 1億元的箱子推著 14萬的外套穿的 低不低調 它原北姬 膠寶金已經是5000萬 就這個行李箱 它現在另外這兩箱行李箱 就是各2500萬的現金 一手抓了2500萬 說句實話低調 那你穿十幾萬的風衣 低調 非常低調 很便宜了啦 這是一個低調的做法 那只是防禦而已啦 沒有任何炫耀 那為什麼還會有保鏢呢 你推2500萬 直接走走看需不需要保鏢 當然需要啊 等一下 潛帥軍的出入 還有外籍傭兵 那叫做 就是那個紅圈圈處 你那個找外籍領事演員 可能還好早一點 要找到台灣外籍的保鏢 是很難的耶對不對 是 這不是靈演耶 而且這就是保護郭哲明 跟前率軍 保護我們帶這個 這不是靈演喔 這個就是前率軍 在等待交保時間 是啊 這兩位就是外籍保標 沒錯 好聽叫外籍保標 其實叫做外籍傭兵 在保護前率軍耶 我護著你 護著你人身安全 護著你所有這些贖金的安全 對 一個都不能少 一根毛都不能掉 對 所以這些外籍傭兵你看看 眼神有多殺 不要說你我 看你一眼我就退三步啊 所以郭哲明是有八八會館 有八八會館 郭哲明是可以籌出 一億現金保釋的 一個小時 他是有外籍傭兵保護的 是 表示他對他自己安全 是非常有疑慮的 我的意思是 阿伯跟這種人借招待 是啊 黃國昌這些屁都不可以生 當然不敢放 看看黃國昌當時聽到八八會 罵得多難聽啊 你們這些高官啊 往裡面跑啊 對不對 又是桃園的前市長 腐敗啊 糟糕啊 罵得多難聽啊 如果不打 把小傘都淹水了 現在呢 突然間雨過天晴 完全不知道 對不對 現在看到這個事情 黃國昌 沒有 沒事 我已經罵完了 不是不罵 我已經罵完了 趕快出來罵一罵 鄭文燦是座上兵嗎 當時把桃園前市長鄭文燦講得怎麼樣 對 腐敗啊 勾結啊 自己人 就不說啦 雨將軍有件事 我是想不通 因為柯文哲涉案台治光之後 我晚點在聊 因為阿伯怎麼會自爆這太快 可是有件事我想不通 因為阿伯去過八八會館 他去過兩次 去過兩次也不稀奇 第一次被邀請 我覺得勉強說得通 人情往來 你也搞不懂這種東西 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第二次去的時候 是柯文哲帶所有市府局處首長 去八八會館 也不是首謠 聽說是柯文哲主動問郭承銘說 可不可以借我八八會館 阿伯會這樣子開口 但是他咬住了 他喜歡八八會館那個味道 余將軍 大家想說 貴為一個台北市的市長 你要找個撐頭的會面場所難嗎 這樣我就好 我們要吃個飯 找一個餐廳有包廂很難嗎 不難 不難嘛 那你為什麼非得要借八八會館 不要這樣阿伯很喜歡裡面的味道 第一個喜歡 第二個是別的市長借不到 我借得到 跟人家不一樣 跟文哲有價值 帥一下 帥氣 對不對 這裡我來過 我帶你們來看過市面 以前好市長馬市長不可能帶你們來的 他帶局處首長去八八會館見市面的 見市面 跟著我混是有好處的 見市面 最主要是 柯文哲本身的做法跟別人不一樣 對 人家跟他說 柯市長以後把這邊當自己家 有什麼活動 就跟我講我來辦 那叫什麼 客套化 對 我告訴你 誰敢真的去跟他借阿 柯文哲敢他認真了 你上次不是說把他當自己家嗎 我帶一票人來 好就來吧 柯文哲就是這麼一個想法 可是我告訴大家 八八會館 其實看到今天這位郭董 一億交保 大家想想看一億交保高不高 我說怎麼不簡單 可是我告訴你 2003年 劉泰英 6千萬 劉泰英也才6千萬 6千萬 他的國民黨的大掌櫃 大掌櫃 6千萬 你知道這6千萬多產嗎 晚上11點45才一定6千萬交保 對 不得了啦 去哪裡升 銀行關門都不在 他1千萬請陳敏勳幫忙湊 陳敏勳 湊了1千萬 家裡面跟家人到處刮刮刮刮出了兩千萬 迪化街這邊弄 對 然後最後找銀眼糧幫忙 銀眼糧 2500萬 最後的500萬 就是去迪化街 拜託啊 拜託啊 然後劉大輩也來幫忙 劉大輩也幫忙 總共花了一個小時又30分鐘 對 從11點45熬到了凌晨1點15分 是 才湊齊6千萬 可是算什麼 錢帥君 1億 一個小時又10分鐘 啪打就推來了 對 對不對 今天錢帥君今天出來這個樣子 所有人都驚呆了 錢帥君今天來穿一個非常好看的名牌的 你可以說風衣 你也可以說雨衣 他是Dial的欸 Dial的雨衣 就是這個你看 對 14萬 穿在他身上 這個14萬 穿在錢帥君的身上 名模撐得起來 非常低調 對 你想想看 低調 非常低調 人家是伊林公司的名模欸 名模欸 不過這個在范老師身上就浪費了 穿的真的價值少了一半 是 這1億元 1億元的箱子推著 14萬的外套穿的 低不低調 他原北基交保金已經是5000萬 5000萬 他現在另外這兩箱 相信一下就是各2500萬的現金 一手抓了2500萬 說句實話低調啊 那你穿10幾萬的風衣 說很低調了 非常低調 很便宜了啦 這是一個低調的做法 那只是防禦而已啦 沒有任何炫耀 那為什麼還會有保鏢呢 欸 你推2500萬機 直接上走走看 需不需要保鏢 當然需要啊 等一下前率軍的出入 還有外籍傭兵 那叫做 紅圈圈處 你那個找外籍領事演員 可能還好早一點 要找到台灣外籍的保鏢 是很難的咧 對不對 是 這不是靈演欸 這就是保護郭哲明 跟前率軍的導播我們帶這個 這不是靈演喔 這個就是前率軍在等待交保時間 是啊 這兩位就是外籍保鏢 沒錯 好聽 叫外籍保鏢 其實叫做外籍傭兵 是 在保護前賽軍欸 我護著你 護著你人身安全 護著你所有這些贖金的安全 對 一個都不能少 一根毛都不能掉 所以這些外籍傭兵 你看看 眼神有多殺 哎呀 不要說你我 看你一眼我就退三步 欸 所以郭哲明是有88會館 有88會館 郭哲明是可以籌出 一億現金保釋的 一個小時 他是有外籍傭兵保護的 是 表示他對他自己安全 是非常有疑慮的 我的意思是 阿伯跟這種人借招待說 是啊 黃國昌這些屁都不可以生 當然不敢放 看看黃國昌當時聽到88會 罵得多難聽啊 你們這些高官啊 往裡面跑啊 對不對 又是草原的前市長 腐敗啊 糟糕啊 罵得多難聽啊 如果不打 把小傘都淹水了 現在呢 突然間雨過天晴 完全不知道 對不對 那現在呢 看到這個事情 黃國昌 沒有 沒事 我已經罵完了 不是不罵 我已經罵完了 趕快出來罵一罵嘛 當時不就說 鄭文燦是座上兵嗎 當時把桃園前市長 鄭文燦講得怎麼樣 對 腐敗啊 勾結啊 自己人 就不說了 好 那88會館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有人在講說 到底查郭哲明 也會不會不小心查出柯文哲的 什麼案外案 我們不知道 我們持續看 可是真的 案外案是什麼 是柯文哲自己自爆 因為週刊家 一個獨家 柯文哲自爆 有兩大案要壓他 時間點 是羈押兩周 剛羈押而已喔 在庭訊的時候 柯文哲就脫口而出說 再來 是北四科 北四科完 是台智光 一個案子 壓我四個月 不知道幾年 北四科我們聊爛了 台智光我們多久沒聊啦 台智光阿伯不是 最後一份公文 市長市的公文是說什麼呢 他說呢 這個他說 但書喔 實際上 為財團勾結的議會 榨取國家財產的惡喜惡傳 必須公告於世 於二十 阿伯不是台智光的敵人嗎 沒有阿伯說 怪了 我是吹哨者耶 對 怎麼辦我 奇怪你在murmur什麼 他公開說 我有檢取台智光阿 我是吹哨者 怎麼會去辦吹哨者呢 那你為什麼要murmur呢 我告訴大家 柯文哲就有這種習慣 當他萬念俱灰的時候 他會跟自己講話 他的USB被破解 他就murmur跟吳中興講說 A片被發現怎麼辦 對 他就跟自己講話 他就在法庭上 人家問他 他居然說 一人政黨開始以後 不能夠一人政黨結束 我一定要持黨主席 到黃國昌接任 再來 北四哥台智光一個案子 四個月 不知道關我幾年 你的murmur都被人家聽到了 法官來問他什麼 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最深層的恐懼 除了北四哥之外 我們都猜雨果市場 對不對 不 台智光他怕死了 結果竟然是台智光 我要告訴他為什麼 你有聽過吹哨子 把這個哨子吹爆炸到自己的嗎 對 柯文哲歷史上第一個 我聽過人家 這個所謂的靶場射擊 槍子保養不好唐炸 我沒聽說過吹哨子 把哨子吹爆炸到自己頭的 他是第一個 你看這個吹得多響 他說他壓公文說 把這種惡行惡傳公告於事 與惡子 財團勾結議會 炸取國家財產的惡行惡狀 必須公告於事 與惡子 慷慨激昂 雄壯威武 最後哨子爆了 最後居然自己說 還不要關幾年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他說 因為也是我踢爆 柯文哲在他任內 開了一個會 五分鐘 通過了80個 台智光的紙約 沒錯 這80個紙約 讓台智光宣爆了 這也是圖利罪 做好 做好 這是 是